一窗上贴满政治人物发放的春联 龙赚大钱 浮运撑龙 龙凤纯翔 浓浓年节气息 民众还可以挑选春联带回家 场景就在公车上 每一份春联都大有来头 像是蔡英文赖青的联名款最热门 100张被拿到剩下18张 这种其他人物 距离在一起的感觉感觉很酷 因为我连家里楼下 管理师都没有看过那么多春联 很多会拿一张吧 因为蛮有收藏价值的 比较常看过那种车上贴满娃娃的 但是拿春联跟红包还是第一次看到 各式各样政治人物贺喜春联 都是汪姓公车司机 1月中利用下半时间 陆续到服务处索取 除了台中市政治人物 也在朋友的协助下 收集其他县市台北高雄的 一共300多张的春联与红包袋 不限特定政党 让乘客上车后任君挑选 最难取得的应该是 赖清德跟蔡英文的联名的 他是有史以来 那个台湾第一次 两一个现任总统 跟520准备上任的准总统 在同一个春联上 所以很多客人说他拿回去 他不会贴 然后把他拿去收藏 公车除了贴政治人物的春联 网路上也有人分享 司机自制春联 提早几分钟等公车 搭车物低头等斗群内容 还有人遇到白满卡通玩偶的公车 司机装饰公车 不少人特地前往搭乘 像这样满车春联的情境 颇有凝味 在新闻圈的新闻专台中采访到